虎扑10月26日讯2019年夏天 曼联从斯旺西引进了丹尼尔詹姆斯 刚到曼联时 丹尼尔詹姆斯的表现很是出色 不过此后有段时间他的表现便停滞不前 下窗时 他曾被同利兹联队联系在一起 日前 不少曼联球迷都对丹尼尔詹姆斯的主镜发表了看法 有曼联球迷这样写道 我认为丹尼尔詹姆斯应该在1月的时候被租借出去 让这个孩子在没有任何压力的情况下踢球 这样的一名球员 我个人认为让他这么快就进入曼联首发 并不是最明智的选择 双引号 还有的曼联球迷写道 丹尼尔詹姆斯需要被租借出去 最好是租到一家能对他有所提升的球队 看看接下来他会如何发展 目前他甚至在替补席上都排不上号 有的曼联球迷表示 他需要租借一个赛季到富勒姆或者是南安普顿去 对我来说 安德贝克现在应该比他还更能升任首发的位置 本赛季他应该要被租借出去 以此来提升他的信心 对我来说